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连市地处辽东半岛南端 东滨黄海 西林渤海 凭借着品种丰富 新鲜独特的海鲜食材 并以其传统淳朴的菜肴征服着人们的味蕾 让肠鲜成为了大连家乡美食的永恒主题 河豚美味 但体内有毒 大连人如何烹饪才能生着吃河豚鱼片 拥有奇特样貌和名字的熔度富鱼 是大连常见的海鲜鱼类 怎样用这些普通的食材做出不普通的味道 就是一个鸡肉非常发达的鱼 将捕捞上来的新鲜白扇鱼制作成鱼竿 为什么先要用海水清洗鱼肉 什么样的晾晒工具可以让人一举两得 这个跟那个鱼紧晒的 从陌生到熟悉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大连别样的海鲜味道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大连的一年四季各有各的浪漫 这份浪漫因为大海变得更加生动 对大连美食和地方文化颇有研究的 王锡君介绍说 大连还因为大海延伸出了浪漫的贝雕艺术 王老师 这些都是用贝壳制作的艺术品是吗 是 这个叫贝雕 它是用贝壳的自然的色泽和弧度来加工完成的 我看这个鱼特别大 你看它这个鱼鳞的颜色 感觉层次感特别丰富 它整个的通身都是用各种贝壳做的 比如说中间这个鱼鳞 它用的就是奥鲍的壳 人们享用了鲜嫩的贝肉后 气质无用的贝壳在大连能工巧匠的手中 又变成了精美的工艺品 据说在大连还有一种美味居然也被人们加工制作成了艺术品 让人不忍动快 却又蝉咸欲滴 这道菜就是用新鲜的河豚制成的生鱼片 众所周知 河豚体内含毒 在我国许多地方 制作河豚要由专业烹制河豚的厨师严格把关 确保没有毒素残留 更要经过高温烹煮后才能安全食用 但大连人却为什么敢生吃河豚鱼片呢 他的制作会有哪些特别之处 想要知道这些 我们就必须跋山涉水 先到大连东北部的庄河去捕捞河豚 从食材开始去寻找答案 我们要寻找的河豚 是一种对水质要求很高的鱼类 辽阔的海域和点缀在海面上的奇特礁石 使得这里风景如画 河豚就生活在这片美丽的海域中 我们来的时候 李广涛和工人们正在忙着将河豚鱼转场 作为一个养了二十多年河豚鱼的渔民 李广涛对河豚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这块咱们都是养河豚的这边 全都是有 这么大一片呢 对 那里边都有吗 全都有啊 一会儿捞你看 来了来了来了 您看 很滑 它肚皮很白是不是 对 对于河豚我们既熟悉又陌生 为什么眼前的这种鱼被称为河豚 却又是生活在海里呢 其实河豚呢主要生长在海洋中 但是呢每年呢尤其是春季啊 河豚都要回游到江河之中 去繁衍生殖 而人们呢采浦河豚的地方一般都是在河口 所以呢后来人们就把这种鱼也叫做河豚 虽然被称为河豚 但实际上只有少数种类的河豚生活在江河之中 大多数种类的河豚都定居在海洋中 其中就包括大连的红旗东方豚 我看过这个淡水河里的这个河豚啊 它就是在水里头鼓的样子 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感觉 让我也捏一捏 捏吧 就这么捏它就会鼓起来吗 对生气了 为什么这么捏它就鼓起来啊 会遇到危险 这是自我保护的 它以为是遇到了危险 对对对 也有点胡家虎威那种感觉 当河豚受到惊吓后 会迅速吸入水和空气 腹部膨胀为球状 并发出声响 我这么看它性格很温和啊 哪儿凶猛啊 就是我之前了解的 所有关于河豚的资料都说 这个河豚 这个网纯它有课的 全是它有课的 这个网纯它有课的 全是它有课的 看着手上这个受惊的小家伙 着实可爱 但大家可千万不要 被它呆猛的样子欺骗 河豚可是非常凶猛的鱼类 它上下河长着两排利牙 咬力十足 河豚的凶猛让人们对它小心翼翼 但它体内的毒素 才真正让人们心生畏惧 宋朝大文豪苏氏 曾有诗句说 楼薅满地卢牙短 正是河豚遇上食 苏氏偏爱河豚的美味 留下了冒死吃河豚的典故 但是大连人 为什么却敢生着吃河豚呢 他们是怎样加工着河豚生鱼片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必须去寻找一位专业人士了 因为这河豚的制作者 必须持有养殖控读 河豚烹调诗证书才行 算好路径 瞄准角度 沉稳出击 整个过程一气合成 这位打台球的周敏杰 就是我们要找的厨师 周敏杰师傅虽然只有35岁 却从厨多年 有丰富的河豚烹制经验 因为河豚这种食材的特殊性 制作时要把有可能含毒的部位 如肝脏 脾脏 肾脏等等 都全部小心谨慎地去除掉才行 加工河豚全过程 都要求专业厨师 必须严谨对待 这让周师傅养成了做任何事 都专注沉浸的性格 那么制作美味的 河豚生鱼片的过程 会有多讲究呢 有毒的部分 就包括眼 嘴 旗 必须处理掉 咱们今天要做的是生鱼片 对不对 对 除了生鱼片 还有其他的好吃的吃饭吗 像肉提完了 头和骨都可以吃 头可以串塌 骨可以砸 香醋鱼骨 据我了解 处理河豚的时候 应该是要很专心制制的是吧 对 我等着看成品好不好 好 好嘞 那您先操作 好嘞 制作河豚生鱼片 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河豚必须控干血水 并在流水下 冲洗几个小时 保证没有寒毒的血液残留 接下来的脱皮 聚骨都是细致活 但技法前熟的周师傅 却用一把中式菜刀 统统搞定 切片前 要把河豚肉块 修饰整齐 然后变成0.1厘米 到0.5厘米左右的薄片 这些季节看起来微不足道 却是菜品最终能否完美呈现的关键 接下来就是摆盘了 鱼片的薄肚决定了这一过程 必须要精准快速 否则鱼片中的水分流失 就会降低河豚肉质的细腻口感 古代有这么一本书 累计 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犯计时之理 筷子除外 吸降除内 筷子呢 这个筷子呢 就是用那个刀 且稀稀的鱼片吃 这是筷子的筷 质就是烧烤 古代的人主要是这两种吃法 在我国只生鱼片 有上千年的历史 不过吃的是不含毒素的常见鱼类 但大连人敢生吃河豚 还把它称为百鱼之王 难道他们就不怕传说中的 河豚剧毒吗 为此我们专门请教了 大连海洋大学的江志强教授 那么在野生河豚之中 由于它设食了在环境中的一些 还有河豚毒素的耳料 所以这个鱼呢 它身体的很多部位是有毒的 特别像卵巢 肝脏这些部位都非常 毒性非常强 这个是绝对不能使的 必须我们说 过去也是严禁使用 现在也是严禁使用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吧 我们现在人工养殖过程中 我们通过控毒技术 就是在养殖过程中 我们严格控制让它不去设食到 还有河豚毒素的耳料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 它这个体内养殖鱼的体内 基本上就没有河豚毒素了 油也是量非常微小 对人体的生命也好 或者是它人体的健康也好 不会构成威胁 原来有专业机构 和专业人员养殖的河豚 基本上没有毒性 再加上有专业的 河豚烹饪厨师的严谨制作 这才让我们对生吃 河豚鱼片放下心来 河豚生鱼片制作完成了 王喜军和周敏捷 让调查员先品尝一下 这是一只鹤 就像一只鹤飞过来的感觉 真漂亮 那我从哪下口呢 我感觉好像有点破坏这个意境 那我就 我干脆就从这个小翅膀开始吧 来点这个辣干是吗 对对 尝尝 这河豚鱼肉跟我想象的 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就是没想到它就是肉质是很紧实 但是吃进去的感觉呢 也是很鲜 再加上这个辣干提了一下味 整个就是很鲜美 就是一个很鲜美的河豚鱼的味道 加上这个鹤的宰华 我就觉得很完美 河豚生鱼片虽然薄如纸张 咀嚼时却能感觉到满满的胶质 鲜嫩柔滑 而且鱼骨 鱼皮 这些加工时的边角钓 也被烹制成了美味 它这个鱼洞做成这么大小块 应该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吃的这个感觉就是 这个大小是正好你能吃到 它的鱼汤的部分 又能吃到鱼皮的那个胶质感 然后还能吃到那个海菜 有一点那种清新的味道 周敏捷通过科学严谨的认真态度 谨慎加工河豚 带给人们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诠释了大连人对美食意境的无限追求 相比河豚的珍贵 厨师庄星文则喜欢在常见的食材上做文章 用普通的食材做出不普通的味道 这是庄星文从厨以来的一贯追求 而这一理念则来自于他的师傅董长作 董师傅经常说 老百姓爱吃的菜才是国菜 庄星文作为徒弟 深受师傅影响 今天正好是庄星文拜师十五周年的日子 他已经想好要专门为师傅烹制一道美食 为传承师傅理念 他决定采用大连常见的普通食材 做出这道上好的佳肴 庄星文认为 这才是对师傅授业最好的回馈 你看 别扎着手了 对对对 活着 这个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对 长得不好看 那我可以拿起来吗 对 小心别扎着手 这样拿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它的皮肤就是 对 比较粗糙 很厚是吧 对对对 皮很厚 对 长得比较爽 这种鱼全身长满了凸起的小疙瘩 这看起来很不搭调 这个皮是不能吃的 为什么不能吃 因为这个皮有毒素 它的毒素都在它里边 对对对 我看它这个皮儿 我以为一开始是那种就是粗糙的 然后它就扒了之后 皮儿也可以吃 皮是不能吃的 那里边它的那个肉质 是属于什么样的 它的肉质比较有弹性 这个肉质 熔度腹鱼长满粗糙颗粒的鱼皮下 藏着细腻滑嫩的肉质 只要包掉鱼皮 就是难得的鲜嫩食材 但是这鱼皮看起来非常紧实 尤其是鱼头的部分 褶皱非常多 庄师傅会怎样包去鱼皮呢 如果在家里处理 一般都用这个90度的开水 去烫到6秒钟 这个皮比较好吧 90摄氏度的水 6秒钟 掌握了这些关键词后 再来包除鱼皮 就既能保证鱼皮 遇到热水脱落 与肉质分离开来 方便去除 又能保证鱼肉鲜嫩的质地 和口感不受影响 而这些精确数字的背后 则是庄星文师傅 多年耐心揣摩 和烹饪经验的积累 肉质细腻的鱼片 有着肉眼可见的弹牙质感 只需在鱼肉中 加入少许的盐调味即可 鱼片上浆 加入蛋清 肉质变得更加滑嫩 鱼片下锅 先跟热油来一场深度接触 在四溢的香气中 加入辅料 小火慢微 再勾一层亮线 洁白透亮 滑嫩入味的 容肚腹鱼与鱼片 即刻上桌 精心制作的鱼鱼片 呈现在师傅面前 可经验丰富的庄星文 还是很忐忑 他不知道师傅 会如何评价 自己做的这道菜 它滑嫩 你尝尝 怎么样 我看它这个 完全还是鱼原本的颜色 是不是 就是一个鲜的味道 很干净很清爽 就是口感 少少落少 淡一点 淡少少足一点 好 就是好 在我吃来 已经是非常美味了 再次得到师傅的肯定和指点 让庄星文很是欣慰 今后 他仍然会 始终秉承师傅的理念 用普通的食材 烹制出家常味道 北风渐起 又到了大连人一年一度 豚秋菜 晒鲜鱼的季节 在秋冬时节的市场里 鱼船边上随处可见的鲜鱼干 成了大连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什么大连人喜欢把鲜鱼 晒晒成鲜鱼干来吃呢 过去物质频繁的时候 不是像现在这个物质这么丰富 这么发达 所以说人们有的时候 打上一条好的鱼 想把它储存起来 能够什么时候想吃就吃 所以就把它晒成肝 做成鲜鱼 后来就引发了大连的一道名菜 就是鲜鱼饼的 鲜鱼干可以说是 物质匮乏时期 衍生出来的美食 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 现在冬天打鱼 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困难 冷冻海鲜等各种保鲜方式 让人们可以随时 很方便地吃到鱼鲜 但鲜鱼干 还是作为大连人 一种独特的家乡味 被保留传承至今 每年这时候 王连珍都会晒一些鱼干 今年他准备多晒一些 除了自己食用 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 让弟弟一家人 也能分享到这份 令人怀念的家乡味道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 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味道记忆 几十年过去 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 共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号 那么 咸鱼干 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季节亮晒 制作咸鱼干 又有哪些门道呢 这是在干嘛呢 验上 验鱼 直接撒盐了是吗 对 行 我能做点什么吗 撒盐 跟你一起撒盐 好嘞 我先把围巾带上 咱们这个就是 验鱼的盐是吗 验鱼盐 直接把它撒上去 我直接这么抓 对 好嘞 这样撒 直接这么撒 对 腌制咸鱼干 看似简单 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 我们才知道 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 处理好的白鳝鱼 要用海水清洗 即便是清水 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 这样才能尽量保留 白鳝鱼本身的鲜味 也不容易变质 腌制时 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 因为相比细盐 粗盐吸收较慢 这样既能保证风味 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 保证传统味道的同时 也更加符合今天人们注重的 清淡少颜的健康饮食方式 大姐咱们这就算处理好了 对 现在去晒了 现在就去晒了 现在就去晒了 行 是不是在这小院 哎呦 这已经晒好了 嗯 有晒好了 但是这下面是什么呀 萝卜条 对 咱们是把这个网打开 对 来我来 为什么还弄多网子呢大姐 没有畅形 微生 比较卫生是吗 对 还真是哈 这个萝卜已经晒得差不多了 我看 对 差不多 咱们这个也是晒匀是吗 对 这个晒了多久了已经 比较 天 哎我看看这个已经晒好了 嗯 哦 它这个已经比较干了 是吗 还不太 还不太干 嗯 它这样还是有一点 就是 还远 还有点软 嗯 它就是一直要 它不能这样折起来了 是不是 对 王大姐特意制作出 这个晾晒鱼干的工具 加工好的咸鱼 用通风性好的沙网照起来 防止非虫污染 另外 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 一举两得 接下来 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 脱水后的咸鱼干 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 但是 这咸鱼干该怎么吃 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 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 会连续好多天 在大海上作业 捞上来的鲜鱼 就直接在渔船上 晾晒成鱼干 以方便保存 而在海船上吃饭 重要的就是省事 方便 就地取材的咸鱼干 配上奈基鼎宝的玉米面饼子 就成了许多渔民 海上餐食的首选 今天 王大姐要为我们烹制这道 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 咸鱼干洗净 切断 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 只等上锅蒸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该制作玉米面饼子了 这个就是咱们这纯玉米面吧 对 用热水铺啊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 烫一半 然后剩一下就凉水 哦 是先热水烫一半 然后再去凉水 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 其实已经上来了 哎呦很香呀 那咱们开始啊 开始 你逗我一样 你坐在这儿 活好的玉米面 在手里团成圆形 再用手拍几下 此时 全部的注意力 都要集中在手上 往前一推 玉米面饼子 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 烧热的锅边上 这药库这么大隔了呢 这么大能熟吗 能 来 来给我贴一个 直接摔哈 哎 来了 贴得很毛哎 哎呀 哎呀 借个近一点 对 我这会尝 不行 这个太 我感觉这个太大了吧 平常就弄这么大一个嘛 不是得弄小一点吗 就这么大 哎呀 这个玉米饼子就 那个香味就出来了都 哎呦 下去了 我这个技术还是不娴熟 未到调查员 做起来手忙脚断 王大姐却动作娴熟 一口柴火大锅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 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 所有气味在锅中焦融 混合在水蒸气中不断生腾 二十分钟之后 热气夹杂着鱼干的咸香味扑鼻而来 我闻着这个味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 哇你看这颜色 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 很香 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纯香的味道 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我看看这个肉哈 尝一下味道 尝一下味道 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 感觉还有点咸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有鱼的那个鲜味也有咸味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完美 再来一个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 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 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 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 带给我们扎扎实实的满足感 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 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 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 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 成为大连人念念不忘的淳朴的家乡味道 居住在海滨的大连人 每天都在用不同的海鲜食材 演绎着精彩的别样家乡鲜味 周敏捷用专注和严谨的态度烹制河豚 带给人们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庄清文传承师傅的理念 坚持用普通食材制作出人们喜爱的美味家常菜 王连珍大写延续传统 给远方的亲人寄取亲手制作的咸鱼干 也寄取最让人怀念的家乡味和那份亲情惦念 我们了解了大连世代传承的老味道 以及当地的丰土人情 品尝的每一种美味菜肴 都能让我们感知大连人的直爽热情 还有那些蕴含在家常美味中的温暖用心